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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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火箭军某旅的营区 急促的集合上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李宗盛 这群火箭军的战士们就整装待发了 他们要一起踏上一次依托实战化背景的转移演练 这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火箭军的样子 要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我们作战的时候如果真是在实战一旦战争爆发的话 那么你在阵境里面尽最大可能性保持我们这个战斗力 它应该是国家应该是最后一到底下一个王牌 当然不到最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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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你们不会用它 水族 在多年 这场长途行军看来是没法很快结束了 我们根据提前获取的信息 选定了一块比较合适的地点 准备安营扎寨 很快这样一个功能完备的营区就在战士们的手中建立起来了 它这个营区大概有个十多顶的帐篷 不同的帐篷都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我身边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帐篷主要是用来给官兵进行住宿用的 那么这边放着大家的行军床 床上放着这样一个背包 里面放着他们的被褥和寝具 那么最多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帐篷能够提供八名士兵所需要的住宿的空间 那么除了要有地方住 在野外作战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指挥部的 那这个指挥部在哪呢 就在我们前面这个帐篷里面 这个帐篷里面就没有行军床了 但是它有这样的办公桌 办公用品和通讯设施 特别是我身后这个 它可以让这个单位和上级的指挥机关 保持一个实时的通讯畅通 随时能够接到最新的作战任务和指令 那么同时这样一个帐篷呢 还可以为这边的这个指挥员进行作战会议 做出作战决策来提供一个会议场所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营区还有像水电这样的保障设施 和气象通讯这样的保障人员 这样呢 他们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的单元 也就是说 搭一个像样的帐篷 也是火箭军的战士们 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因为在实战条件下 快速有效地搭建一个临时基地 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让导弹点火升空 我们这个今天要在这边完成哪些工作 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今天我们是从营区到铁训练厂 主要是完成野战化速冶训练 包括我们生活区的搭设 另外还有这些电站的铺设 水管的铺设 咱们这个帐篷有什么讲究呢 我们现在这个帐篷叫单用帐篷 单用帐篷的话 主要是由六个人负责搭设完毕 像我们有没有要求的时候 多少时间把这个帐篷能装起来 平时的话 主要是 比如说我们只是用单帐篷的话 我们是四分钟完成搭设 以及两分钟完成撤收 这个是雨布 这个基本是都能防雨的 另外里面有一个隔热层 在平时的话能够防晒 就是防雨防晒 我看咱们这个帐篷顶下都搭了这样的网 这些网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网叫防侦察的伪装网 伪装网主要起伪装作用 比如说我们上空的一些卫星 可见光的一些卫星 雷达正常的卫星 我们都能够进行伪装 防止通过一些手段 侦察到我们一些正常的作战行动 或者说日常训练 确实像这样重要的作战力量 一定也会受到对手的高度关注 所以他们不仅要对营区进行伪装 同时也会根据敌行通报 避开对方的侦察时间段 来展开作战任务 不过说到这里 我突然有一个疑问 既然真正作战的时候 我们的战士都在阵地里 那么大家为什么还需要长途奔袭 野外露营呢 像我们在实战当中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遇到我们需要野外送营这种情况 进行发射完之后 我们要转映到待机区域 这个时间段 我们也要涉及到这方面的训练 我看底下还有战士在这挖了好多水沟 这是做什么用的 水沟是根据我们这个注地气候 我们现在这个注地气候 在八九月份 这个天气降雨量比较大 如果没有进行排水沟的话 我们可能导致 我们整个雨水直接进入帐篷里面 这一切都要以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作为保障 比如为了充分隐蔽 就要提前寻找到周围有大量植被覆盖的区域 要防止吸水 那么在宿营地的选择上 就要提前找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当然 提前预知住渣地区的天气情况 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是轻便宝保障中央在整个野外住家的程度上的调整机状做的 我们主要一个是依靠我们的天气雷达以及我们的预报保障车和它配套的这个轻便观测仪来采集获取数据 然后对我们住区特别是我们现在驻扎的这个地点的天气进行一个预警和预报 因为我们现在驻扎的地方主要是山区 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雷暴的 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依靠这一套这个天气雷达 对这个附近的云进行一个扫描然后分析 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通过手机看看天气预报是不是也能够打个标 虽然说我们手机能够看这个天气预报 但是这个因为地方的预报它没有这个针对性 它很多时候会出现这个范围小于30公里 甚至小于10公里的天气系统 这种预报是在这个地方的预报里面是没有办法体现的 只有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装备进行这个扫描预报预警 这种证明的硬 Yale 连个读观者的结果 没有读观者是有情况 有 appeared吉祥达自己的读观者 我这是有话让 Malcolm悠惱这个 veux他们应用力的 什么染料 对这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处处有敌情 在实战中 没有进入到发射阵地的导弹兵 很容易成为敌人瞄准的目标 哪怕在途中进行了只是干扰阻拦 如果耽误了导弹的准时发射 哪怕就晚一秒 在真实的战场上 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所以肯定是不能让他们跑了的 在野外中心的话 因为是在实战化背景下的训练 因为防小骨骑的狄特西脑 是我们平时训练的一个科目 也是提高我们实战化的训练水平 进行的一个项目 像我们碰到这种科目的话 一般都有提前的渔案 我们按照防渔案进行的 在我不前进 两点钟方向小木屋 发现疑似鸡特分子藏匿 先由第一小组进行火力压制 第二小组正面出击 第三小组从侧后方包抄 是否明白 明白 别动 发现疑似鸡特分子向东北纵身方向逃离 明白 影响异公路 继续追击 防卫小组的逐步推进开始有了成果 迪特被逼进了附近的山林里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 我跟随的第三小组 已经通过旁边的山路 绕到他们逃逸山林的后方 准备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现在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 要放慢速度 小心地搜索 一组击费敌特分子一名 各组注意 敌方可能携带武器 完毕 这儿的平方 二组抓获敌特分子一名 大组原地的一名注意警戒 明白 这边还是一名 比赛的还能找到 我们现在是从他的后方 进行一个包抄 我们这些同意找到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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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名 迪特被抓到了 他携带的武器 第三组 已抓获敌特分子藏没 完毕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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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带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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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船间的话 可能一个是暴露我们 这个行动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对我们这个 执行任务 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抓住了洗澡的敌人是好事 但事情也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们能够找到我们的营地 那么这个地点也就不再是完全安全的了 根据指挥部的决定 为确保作战任务最终完成 部分人员要先行转移 而且马上启程 很显然敌人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刚才参与洗澡的迪特很可能已经通报了我们的位置信息 车队没走多远突然就停了下来 来 来 刚才我们从这个队长机里听到呢 这个应该是导演组 告诉我们前方遭到了这个旋防导弹的攻击 对 我们现在要下车做一个疏散 走走走 我们现在跟战士们到这个山林里面洗澡这个盐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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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来 不是 我来 是 那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看似最简单的穿防护服 也需要战士们在平时勤加练习 才有可能在战斗突然打响的时候做到从容应对 经过徒步行走后 我们的防护服上都会沾染到生化武器的药剂 在野战条件下 很难保证及时找到清洗的设备 所以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法 减少身上携带的生化污染物 这个方法就是用手拍 在你手够不到的地方 放心 还有你身边的战友 恶毒的攻击完成之后 我们又收到了有敌方侦察机突入的消息 我们是可以再回到林子里面躲起来 但是我们的卡车依然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车辆看上去 跟周围的果林融为一体 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的时间 这是最漫长的一天 我们最终抵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每个火箭军战士心中向往的圣地 这就是我们的站位 是这些导弹兵施展本领 释放出洪荒之地的地方 这才是我们心中的火箭军吧 在阅兵中 他们的装备总是出现在装备方阵最靠后的位置 这也许正好符合他们作为王牌底牌的地位 带命激发 精确命中 需要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奋斗 这里也是人民军队中高级士官最集中的地方 这些令人敬畏比将军还要稀少的技术大拿 几十年了 还是一个战斗在一线的兵 两个字就是人 我只有四十多岁了 二十多年了 好多见到我 老张张他你身材保持得好 我不是我保持得好 是我没法发胖 就是我不能放心到吃饭 因为我是操作 你们到那操作的时候 我的主要岗位是在弹上操作 我安装弹上仪器 要经常进行检查 进行安装 如果我身体如果是发胖 饭吃太多 那么我可能怕这个发动机藏门了 可能就比较困难 你现在这体重多少了 其实我现在体重135到136 138 不超过138 身高多少 身高过一米七八 因为这是 我本身就是一个兵 再老也是一个兵 我现在还担任班长 然后就是必须要跟班里面的同志 形成一片 从1964年10月16号 成功进行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到今天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足以护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 承载起了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的使命 正是由一个个普通的火箭军战士 用每个人担当的责任和使命 汇聚成了国家的大担当 大使命 这个责任足够特别 但能够去承担一次 那一定是一生里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可能对我们来说 就是练好手中的操作技能 确保导弹上的每一颗螺丝钉是安全的 自己的每一个信号 每一个参数是正确的 确保这个导弹发射任务的成功 可能就是每一个战士身上应有的担当 因为火箭军就是保密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多以前很要好的朋友 现在都比较少联系 退伍了 离开部队了 你会怎么跟朋友讲 你这几年去了哪里 我只会跟他们说 我肯定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我肯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